台北捷运晚上大概七点四春 也发生很奇怪的事件 在板南线往顶浦方向的列车 停靠在中校复兴站的时候 有一名男性旅客突然在捷运车厢大吼大叫 当然当时附近的乘客大家都吓坏了 赶快冲出月台 第一时间北捷也赶快派警力来支援 先将他留置调查 送医了解状况 现场是没有任何人受伤 虚惊一场 捷运站出口站着一群围观民众 仔细看前方 两名远警嫁住一名灰衣男子 把他强行带走 因为他的关系让现场旅客全都受到惊吓 就啊啊啊啊啊 他这样子惨叫 然后大概叫了五六声以上有吧 晚上将近七点四十分 捷运板南线往顶浦方向列车 在中校复兴站停靠时 这名二十多岁旅客突然在车厢嘶吼尖叫 其他旅客受到惊吓 第一时间也跟着冲出月台 惊慌逃窜 他精神有状况是不是 对对对对 精神有状况大吼大叫 也没有攻击人家 听到几声惨叫 然后车厢的人突然整个蜂涌往外冲 那鞋子啊手机都掉在地上 那大概一分 一分多钟有吧 想起当时还心有余悸 根据警方说法 这名尖叫男子疑似情绪失控 才会突然大吼 目前意识清醒 送往一月了解 所幸其他旅客无人受伤 但突如其来的意外 也造成民众惊吓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